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王双打分的机会 好球 这球林空不维持得非常准确 完成得非常漂亮 他们这次在边路传出了一脚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球 然后是这脚打门把握得也非常的好啊 对皮球的弹调预判非常完美 简直就是满分操作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赵峰在拼抢 台发没吹 进攻有力 王双双 王双双 传球也是一把好手 球又进了 他们以训练不进眼到林指示 再次攻破了对手的防线 转眼领先两个球了 拿到球过掉防守队员射门漂亮 这是天才的表演 动作就像是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是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这球直接跳传过顶 但是球飞进了门将的活动范围 身边有队友在要求啊 他看怎么处理 没能考验到门将 传给了王珊珊 防守队员试图解围 可是没有成功 球还在危险区域内 门将立功了 落点在进区中央 没什么威胁 一脚高射炮 球全一阻了 他现在的眼里只有球门 有了 这道只剩一个球了 希望是大大的有啊 从横梁弹入网窝 找准横梁下方 这技术也太好了吧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1对1不在话下 他还是更喜欢内切啊 王珊 漂亮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了 场上局势对他们非常有利 这条打门 力量大 速度快 门将很难做出反应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克尔尼莱哈德 萨曼沙克 到了他表现的时候了 这就尴尬了啊 才夸他们进攻很有威胁 你看就被对方断球了 不禁夸 转中被拦截了 来人支援了 柳家慧 转向禁区 一球被对方防守队员 解围出了危险区 埃琳卡斯波特 看来他们并不打算直接进攻 而是耐心一点寻找突破的机会 成功解围 克队队比赛的控制 好机会 这球越位了 等一下再跑就好了 把球交给了对手 这绝对是顶级球员 才能做出的固人动作啊 没错没错 掌心悦目 这球门将没有选择做一代币 而是果断出击 他把这次颇具威胁的直塞啊 稳稳地化解掉了 埃琳卡斯波特 三曼扎克 一次精彩的扑救 切尔西女足换人 直接开到了进区里 投球力量不是很大 哎呀对门将小菜一碟 从对手那儿抢回了球 拿球的是科比 在找机会 看看这球怎么样 这本来是他们的一次绝佳的机会啊 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 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错过呀 在后场控球 他也并没有慌张 传给了王珊珊 王霜得分的机会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这帽子戏法先生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一朵帽子戏法 哎 才刚过上半场 比分就如此悬殊 古罗赖腾 漂亮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接下来这招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 门将回点法术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李孟文 他在边上有机会 杆中找进去里的队友 这球处理的方式啊 我觉得有待商榷啊 这就是经验啊 成功的抢断对手的传球 糟糕喽 这个球啊 给红盘你也没话说呀 边路很空 还好他及时出现 完成了抢断 扫满沙科 王珊珊 哨声响起半场结束 看看切尔西女足下半场 决定怎么打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看看她怎么利用边路的空间 一脚传终给到进去 张瑞 射门被挡住了 反归了 这次拦截动作不干净 这裁判会出牌吗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啊 艾琳卡斯伯特 培尼莱哈德 危机解除 这次拦截做得很成功 这脚球啊 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让他拿到球了 被门将扑出去了 不过球还在场上 这次进攻到此为止了 这次射门的结果并不成功 一方面起脚的机会 并不是非常好 另一方面 门将的精神也非常集中 机会啊 门将扑到球了 但是没有拿到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的对方意图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 好位置啊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他们的球迷情绪有些激动 因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缩小比分差距的最好机会 不出了对手的一个投球 这应该只是他的常规操作 这儿新女足的叫球 这个极限的门前救线 非常鼓舞人心啊 整条防线都因为这个球 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给这支球队啊 打了一针强心技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往双 进距离抢得成功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 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这铺就没什么难度 又把球拿回来了 这球有了 一个一对一 踩蛋判罚了点球 看看他们能不能追一个球 回来啊 如此办判罚了点球 并且向防守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 压力现在来到了主阀球员这一边 有机会把分差缩小 他能把握住吗 门将做出了扑球 他把球截了下来 他没有把对方前锋放过去 直接威胁门将 古罗赖腾 能扳回一个来吗 对手的射门 过不了门将队关 角球啊 刻意传得很小 前点有队友啊 萨姆克尔 大难不死啊 这个球有个折射 王珊珊 这球又有了 已经三球领先了 但是他们看起来啊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比赛的常规时间 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罗家慧 眼花缭乱的技术 还好 给我帮他亡羊补牢了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上响效果不好 没能阻止对方 可尔没有打进球 被门将挡出去了 直接化解了危机 独救的质量很不错 来吧 来吧 给到禁区里 脚球弱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这次投球攻门啊 真的是太勉强了 对门将毫无威胁啊 对方对他的干扰 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啊 对方的干扰 让他在空中 没有办法舒服地做调整 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 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 科尔 球进了 通过回放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这次的跑动 尤其精彩 精准找到了防线的漏洞 稳稳把球送进球门 两只锋利的毛 真是互不相让啊 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 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 这一脚啊 有可能把自己铲出场呢 球打中衡量 然后又谈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让开张瑞的处理 门将站位很好啊 这种远射没什么威胁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这是佩尼勒哈德 船中直接交到了 对方后卫的脚下 摆在他们面前 那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往双 双方交换了控球拳 漂亮的抢断 拿回了球权 看起来机会不错 这种近距离的一对一的机会啊 都打不进的话 这样他们本场比赛就非常困难喽 时间不等人呐 错过这一次 谁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了 看这个直塞没有越位 球成功送到了王山山脚下 门将成功的结尾 对方脸上充满了失望的表情 艾琳·卡斯波特 萨姆克尔 应该能找到队友 少想了 裁判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做 鲁塞瓣向他出示了红盘 他可以提前回更衣室洗澡了 最后一道的屏障 如果他不做出行动的话 对方很可能就直接破门了 比赛在裁判的烧成中结束